不管怎么样 像是这样超标的产品 我们就是会下架的 没有前面可讲 我们虽然也带货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把金主当爸爸 大家好 我是青蛙大叔 今天给大家再测一下黑芝麻加薪欧包 按照厂家的标注 每100克里面含碳水是14.9克 这一个欧包的话 它的重量是60克 这样换算下来 这一个欧包进碳水是9克左右 那样单独这样一个欧包吃进去 对血汤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今天来试试看 微波炉加热一下 30秒足够了 我早餐只吃这么一个欧包 只看看它对血汤的影响 它这个口味我觉得还不错 我也算比较喜欢这种口味的 它这种加薪的赤霞是甜的 但是厂家用的是赤咸糖醇 这个天然带糖 然后用了有蛋白粉之类的 小麦蛋白粉 豌豆蛋白粉 黑芝麻馅 鸡蛋黄油 大豆蛋白粉 还有烟麦腹皮 小麦纤维 食品加工用酵母 黑芝麻 还有白云豆提取物 圆包车签的可粉 食品添加剂 还有这个测险糖醇之类的 干油什么的 各种蛋白粉用的是比较多的 蛋白粉的重量占到差不多30% 所以它这样一个欧包的话 就是18克左右的蛋白质 保质期长达40天 放在冰箱里的话 真是可以保存很长时间的 我们讲究要多吃脂肪 所以早餐如果只吃这么一个欧包 那肯定是不够的 我只是为了撤它对血糖的影响 所以没有吃其他的食物 但是正常的话 应该再补充一点高脂肪的食物 比如说培根 黄油 甚至是所谓的防氮咖啡 配起来的话 都会多补一些脂肪在里面 好了吃完了 回头再给大家汇报一下 血糖的变化情况 现在这个血糖的数据已经出来了 餐前6.2 餐1 6.8 餐2 9.3 最高的话到了9.4 最大升幅是3.2个单位 而我们的空糖标准是 餐前餐后最大上升幅度 两个单位以内 全天血糖最高不能超过7.8 所以这单独一个 黑芝麻夹心欧包 真的是不及格 我正好头一天也吃了这个欧包 但是我是加了防氮咖啡一起吃的 有防氮咖啡 这个数据反而还好一点 最高是9.0 然后餐前是6.4 这样最多是上升了2.6个刻度 当然也是超标了 只能说黑芝麻夹心欧包 真的是翻车了 虽然之前撤过一次 是达标的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是因为它的产品质量控制不稳定 这个碳水 它的含量控制不稳定 造成的吗 不管怎么样 像是这样超标的产品 我们就是会下架的 没有前面可讲 我们虽然也带货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把金主当大榜 一定要秉着为我们的粉丝 为我们的用户负责任的态度来带货 只要是我们橱窗里没有的产品 你们就不要买 而且这里面的产品 也不会都是保持在橱窗里的 如果我们过后发现有质量不稳定 有超标的情况 我们就是会下架的 这样才能确保这些产品 能够达到大家控堂受伸的要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 跟着青蛙大叔随心所欲 轻松空堂